今天出五八层城 姚总来的 姚总你把你的笑容收一下 本科学的是 本科学的就是信息管理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 我是2005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挺好的学校哈工大 对 然后入读的这个专业 也是管理学院第一的专业 在法国待了三年多 然后入读的这个专业 完成了本科最后一年和硕士学位 两年 所以你这个本科和硕士 哈工大和法国梁大梁第一大学 是连着的 对 可以说我从2005年开始 到2012年这七年的时间 都是按自己的规划走下去的 因为你是冲着五八层城来的 那你要是去五八层城 你给自己设的那个岗是什么呀 因为我之前看过五八层城 招了一个那个在智能商务那边 招了一个劳命 我感觉我和他的情况也比较相似 嗯 我也数学挺好 我高考的数学是140 然后我在大学期间有几门数学都得了满分 然后所以我也是出这个部门来的 就出这个部门了 老敏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就是博士 就是人大的博士 我所学的吧 我所学的就是数据库方面的构设 然后我学了那些那个SQL 而且我在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实习的时候 因为那个SS 为中国银行构建了两个数据库 然后我不仅学了数据库构建方面的 也就是代码 码名方面的工作 我还就是这一系列还学了很多的统计学 既然经济学方面 我可以做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分析 今天来其实更偏向于做一些数据挖掘的工作 能够辅助决策这一类的 好 明白了 太好了 我们就招这样 我们招了 你接的速度能不那么快吗 那你先把你接上来 真的真的 因为像卖化妆品嘛 因为垂直 你数据分析有价值 因为老姚的数据太多 你搞不清楚 对 我们这针对是女性爱美的行为习惯去分析 所以他分析出的结果 直接产生经济价值 小曾这个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呢 在 也在 对 爱国者来说一下 自身的职位 来 你这对网销的话 这方面来讲研究多吗 你这数据分析来讲 对网销的帮助 你觉得这方面有兴趣吗 我做数据分析的话 我自己感觉 只要有海量数据的地方 就有我生存的空间 因为对于一个老总来说 海量数据你肯定是看不完的 就需要我替你先去提取 你告诉我你的目的 然后我去帮你提取那些数据 然后提取出来 给你形成一个数据分析报告 给你辅助你决策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一间律师机构 你知道我们服务都是高端客户 而全球的 那么需要海量的数据收集 信息整理 然后呢 数据挖掘 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管理经验 第一个 你已经系统管理了你的企业 您说的管理经验是指什么呢 不是指那个数据库维护吗 数据库维护修理 包括呢提升 还有网络的管理 还有呢 做marketing部门的 对于数据的这种收集 数据库的维护和数据库的管理 这些我竟然都能开发出数据库 这些的话我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但是我今天想把自己再拔高一下 我想做marketing就是数据挖掘方面的 数据库管理修 直接说 这是最集成的 小刚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小刚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做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对不对 对 你希望你面对的数据是什么量级的 这样多大的多少数据你才能满足 不是这么问的这个问题 数据有大小 你数据越大 你给我一个电脑越快 和数据越小 给我一个电脑越慢 他其实运的时间差不多 提取出来的时间差不多 我要求的是这个数据到底是你们部门的什么数据 以及我分析了这个数据之后 怎么能够监督和指导管理 然后达到解决绩效的问题 对 这个数据在你们 就是这个 那个这个公司中占多大 就是占是一个什么数据 多核心的作用 对 多核心的作用 你嘴巴不笨的说半天 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数据 不是给你们填漏的数据 对 不是给你们玩的数据 指导管理的数据 陈小回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好的 我也觉得 如果是小数据的话 根本没必要这个岗位 老板看一看就能 也能少明白的 因为这个BI也好 数据BA也好 数据分析也好 是透过人也 或者是人的感觉 没法渗透的这个 这个 对 这个 关系造出 我们商业角色的依据来 开不计因为明年做全国加盟 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打造的是一个 全国ERP总控中心 那么现在我们组建这个部门 它的老师就是全国餐饮行业 ERP的设计者 是一个数据迷 另外组建这个班底里面 学历最低的是本科 博士硕士都会很多 而且所有菲尼摩署 招的高举学历的人 在菲尼摩署 都想进入这个团队 平静 真的我听到他说 我就特别兴奋 哎呀 就是我想要的人 我跟你说 我今天是 我今天就是 对你个人职业承展 还有一个 会让你参加跨境的知识产情诉讼 啊好 平静 他们说的都是 自己想要的 可以转化成为利润 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黄海南是那么的可怜 因为和我一样 什么都听不懂 所以 这样各位都不说话 迅速的先按灯表个态 然后咱们再叨叨叨 行不行啊 来12位 第一印象选择 九位留下来 天生位 来各位 来 请 这样子吧 你平时 你平时做分析 用什么工具 你叫陈欧吧 呃 真人 哦 小泽啊 小泽啊 这样子 因为之前你们有真正工作经验 从现在开始 从高考开始 把你过去觉得引以为傲的 能证明你智商的东西 从高峰开始 列下来 呃 那个 不好意思 您这个问题能放到第二个问题吗 因为刚才那个姚总先问了一个问题 我想先回答 你可以不回答 没关系 他的问题可以不回答 理工科的同学太可怕了啊 来 金某刚才问的什么 我问的问题是 你平时用什么工具 都有哪些软件啊 方法啊 可以讲一下 我在法国那边 因为法国那边学的是SARS 用的是SARS做数据分析 在回国之后 学了SPSS 这两个工具 你都熟练吗 用起来 可以 来回答一下陈欧的问题 你就干的特牛的事 我现在干的 感觉最自豪的事 就是我在2011年3月份 到2011年8月份 有幸在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实习过 并且得到了领导的认同 然后在回国之际 领导给了我一分 推荐信还送了我一 一把那个 爱律D1881的干笔 另外小刚 我开始问题 其实是给你机会详细自己 不是告诉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得了多少分啊 赚一个第一名啊 现在最快的想是你的价值 所以这样这样这样 咱们 咱们现在又回到落地的问题 这次来找工作 对自己的薪金的诉求 大概是多少 就不低于多少吧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专业出去的话 硕士毕业应该是在八千以上 然后和这一类同类人对比的话 我比他们的优势在于 我有那个双硕士的学位 这证明了我可能有更好的学习能力 所以 然后我想我的薪水应该不低于这一个 不低于八千吗 不低于八千 然后那个我还有在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实习过的那个经验 以及我 我的一种那个 我之前就是我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在法国 所以 所以的话 我想我的薪水不 不低于八千 你说怎么这聊天那么费劲 听啊 因为大家都是八千 所以 我应该是八千 但是 我是双硕士 我在中国银行住巴黎分行 我吃苦耐劳 所以 所以我应该更值这个价 所以老板给我这个价 我开八千这个工资的话 在就是数据分析里面 怎么听不懂话呢 嗯 所以 我的底薪我认为 应该是一万一万 三千 现在企业会更容易 还是八千 反正还是八千 小哥 你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小伙子 最起码有一点 小哥 是别人无法改变的 你要认准了什么事 那家伙 所有的理由 都让你更加认准这件事 太好了 还有那个四个问题 难过恋爱吗 难过 想分手 分手的理由 是谁提出来的 女方提出来的 有道理 老板们问他感情经历的问题 其实是证明 对专业已经很有信心了 但是想从侧面了解 他个性当中的一些特点了 提出分手之后 那时候化悲痛为力量 参加了正确从业这个考试 我还过了 你怎么那么没空心啊 你哪知道 你哪怕谁 对吧 你从这个坑爹到 你在那个坑爬起来 你还说 你自己什么话 不会悲痛为力量 我告诉你 哥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叫化悲痛为力量 17号分手 18号 我又找了一个 这个我可以专业的教你一点 杜紫健在这里教你 因为做数据的人 大致有一个习惯性思维 叫裸辑性思维够强 那文艺性思维偏弱 所以我建议你在做数据之余 多看看产品小说 再不行就看黄祖格格 没关系 杜紫健 杜紫健 你觉得咱俩就是特别无聊 就是认识数据的时候 咱俩像傻子一样 然后一说要谈恋爱 咱俩都立刻满血复活 来来来说工作 另外 其实还有一个选择来巨美 因为巨美的做技术 应该场业里面最时尚的 所以这方面可以让你在市场上更有进行 如果你来58的话 我们有各种培训 包括恋爱的培训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们还有很多未婚的律师 是是是 来来来 来各位不聊了 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到了小曾的手里 来 选择 好 小刚离开了 满海南是点全的臭热闹就没有 谢谢大家 小刚我真的要找个人 就是我们集团那个投资管理中心的数据分析师 你一个卖毛巾的你要数据干什么 你就搞错了 我一年五一条的毛巾 好好好 满海南 作为一个卖毛巾的人 一年卖五一条毛巾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但是他也是毛巾啊 我今天你要做 五一条也是毛巾 其他人像 但是也不光是毛巾 好好好 还有玉袍嘛 我知道啊 现在有八位留下来 注意八位现在要提供职位 来 从这 咖啡主意